一周一书 永不胡书 请给我15分钟看我为你精读这本书 并找出三个学习重点跟三个活用观念 外加可能影响一生的一句话 来 各位网友 大家晚安 我是颜昌川 你们可以叫我Young 或者是智慧老人 这是我们2019年读诗V计划 第34次的播出 上个礼拜我们完成我们播出之后 有一位小学老师 他来跟我分享他的心得 他非常赞同叶炳成教授提出来的 所谓BTS翻转式教学法 也就是让学生做主 然后老师是在从旁协助这样的方式 那先在家里把课程的内容先一洗 然后到课堂上来 老师反而是提问作业等等这样的方式 刚好跟以前传统的教育相反 他觉得这个非常的有意思 可是他说有一些家长不谅解 因为家长还是以生协主义为主 不要有太多的一个变化 不过他还是很耐心的去跟家长沟通 然后他还是认为他还是希望像一只蜡子那样 那个蜡子的精神就是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 我非常高兴我们这一位网友 他是一位可敬的小学老师 那希望他能够得到所有学生跟家长的一些认同跟尊敬 那这一个其实是我们上个礼拜 研读这一本为未来而教的这个反应 那我记得最后一句话 那正是所谓的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 OK 那这个礼拜我为各位精选这一本 实战麦肯锡这样的一本书 OK 所以顾名思义这个应该是 由世界顶尖的气管顾问公司麦肯锡里面的人 所写的一本书 他是要协助解决团队问题跟变革管理方案的一本行动指南 那各位知道这个麦肯锡是世界最顶级的气管顾问公司之一 那听说在某某的MBA的机会场合上 你可以一眼就看得出来哪一个人是麦肯锡人 不管他是现任的或是已经是卸任的 因为他们的这个思维方式跟行事风格太明显了 然后如果你在某个会议上听简报 你一看就知道哪一份报告是属于麦肯锡市的这个简报 因为非常的好认 OK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跟着各位来看看我们这一本 实战麦肯锡 那首先我们对他的作者我们来先做所谓的认识 那个保罗慧嘉他是北卡罗赖纳大写的气管博士 曾任指在麦肯锡公司的批资宝办事处 那也主持过很多个顾问专案跟世界上财新前五百大企业保持很好的合作关系 那也曾担任了PWC全球联名组织的这个管理顾问 对顾问的产业的研究持续不断 那目前是肯南弗莱格勒商学院的副教授 那教授有关管理顾问跟策略方面的课程 同时也担任这个顾问执行中心的主任 那他值得我们学习的重点 我觉得归纳起来大概有三个学习重点 第一个所谓的价值指章 那个作者他发展出一套 这个所谓的团队问题解决的标准作业程序完全指南 Master Guide of SOP 那他认为透过训练课程 还有次级的研究资料跟访谈内容 来测试这一些观念 重点摆在成功的专案管理所需要的一些务实可行的一些战略 那这一些观念的价值在架构上优先顺势跟实际案例 还有节省时间的换本跟工具 所以这个第一个提出来的学习重点就是所谓价值的主张 第二个学习重点是所谓的纪律感 那我们分析麦肯锡公司为什么能长年利益不败之地的原因 所以主要是他有传达出轻此一致的价值观跟纪律感 所以可见执行纪律的重要性 那麦肯锡他很大规模的投资在人力的招募 到任训练指导跟奖励 听说这个就是所谓纪律严明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个学习点的话要会说故事 这个很有意思 那好的顾问必须要懂得说故事的艺术 而且要精于此道 那好故事通常有助于吸收人们的注意力 并且建立起好的人际关系 甚至可能可以用来说服对方 所以现在流行用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故事来解决问题 那所有故事都有缘起然后过程中怎么样去present 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够收藏 那故事的最次的企图其实只在引言中提起 最重要是结局就是关键问题的一个答案 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作者建议先从建议说起 既知以支持性的一些发现资料或站类等等 来support您的这个建议 当然已经把重要的结论浓缩 变成具体可行的建议 所以所有的这个客户最想听的 就是我请你这个顾问到底你具体可行的建议是什么 这个是大家最想听的 OK 所以以上这三个学习点的话 希望能够让大家对作者有所认识 其实也就是所谓的麦肯锡的形式风格 OK 那仔细读完这一本书之后 发现它是2009年5月出版 现在是2019年的8月 所以应该是十年前的一本书 不过因为这个是很经典 所以值得我们继续再探讨 那作者独创了一个所谓的群方位的团队焦点的模型 那英文叫做team focus 团队焦点就是team focus 这样一个model 那作者还提供了非常多 装备很齐浅的所谓的工具练习指导钢要 减合表还有最佳实物等等 保证能够让你的团队的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所以它是一套工具书 然后让问题的解决跟变革管理方法变得更清晰有具力 而且是目标明确 所以它其实也是一本所有顾问业 或者是管理人员 经理人 学生 甚至是器官的讲师 你俗说应该必备的一本书 那仔细研读这本书之后 大概有三个活用的观念可以来应用 第一个顾名思义它的所谓的团队焦点 团队team 这个team是四个英文单字team所组合起来 刚好是一个team 那这个是属于人际关系面的这个处理 所以有四个这个互动的要素 T就是talk 就是有一套透明的沟通管道 E是evaluate 是懂得评估并适应绩效的水准 A是assist 所以能够相互协助来达成团队的目标 最后A是motivate 所以具体明确的所谓的激励政策 因此所谓的团队问题的解决 如果把人际关系搞定 那就是已经成功了一半 所以第一个活用观念就是所谓这个人际面的team 当然第二个活用观念就是所谓的焦点focus 这个是属于分析面 所以完全切中要害这五个因素 F就是frame 就是建构 就把问题结构化 那O是organize organize是规划 绕着假设的内容进行规划 然后C就是collect 所有相关性的资料都是收集齐前 然后U是understand understand就是评估资料对证实或者是推翻 有什么样的贡献 再来就是最后一个S就是sensize sensize就是用自信做一个令人幸福的这样一个故事 我想这就是所谓的麦肯锡的分析技巧 非常实用的分析技巧 OK 第三个活用观念就是实战的考验 那透过一个真实的专案来测试 我们刚刚所谈的理论或者是模型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一定要有一个真实的专案来测试一下 那以解决方案为导向的文化跟行为模式 这个当作精 然后无以伦比的分析技巧当作为 所以精为交叉起来 提出一个团队建构跟沟通的方法 那当然终极目的就是要能够 获得商业解决的这一个方案 OK 所以以上这三个活用观念 希望能够让大家对这一本书有相当的了解 其实也就是这个麦肯锡的所谓的分析方法 OK 那麦肯锡是创立于1926年 1926年 那今年是2019年 所以应该是90多年的这个时间了 那经过这90多年的努力 这个麦肯锡已经是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气管顾问公司之一 而且它的重点是聚焦在策略这一方面 那他们的特色是把极委结构化的这一种顾问方法 还有极尽金式化的这个纪律 职根在强势文化中 那从类军方的这一种标准作业流程 标准作业流程 能够还有所谓标准作业旅行就是所谓的SOP 还有军队中有非常卓越的执行力 就是Excellence in Execution 第三个特色就是所谓的Cross Training 所以我们有一阵子在气管街上很流行从金钟去学习 那麦肯锡特别有这样的一个倾向 所以从列金方这一种三大 其实最主要从金钟写的就是SOP 还有执行力跟它非常好的交叉训练 所以在多年这样的磨合当中 每一个麦肯锡的人都会很有自信的 挺起胸膛来拍拍胸膛 那指着大拇指收 我是第一流的特战队员 OK 所以我想以上是我们今天 这个最主要的一些内容 那今天大概这一本书可以展现出来 是麦肯锡的一些所谓的实战方面的精化 其实这一本书应该是有一套书 三本三部曲 第一本的话是谈麦肯锡的专业主义 第二本的话就是麦肯锡的一些所谓的mindset思维 那这一本就是麦肯锡的engagement 所以通常我们对麦肯锡的了解的话 只要从这一套书 所以这一本今天这本书我只是提中其中的 其中之一本这样的情况 如果各位要详尽的话 我刚刚所提起那两本书可能一并去学习也会非常好 OK 所以各位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最后一句话用麦肯锡他们的说法的话 我是第一流的特战队员 OK 好 所以希望以上对各位有所帮助 这是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内容 那下个礼拜我们会介绍这一本记得你是谁 因此希望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好 有输有赢 无焉无悔 再见 拜拜